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量事实表明 适合戴虚假宣传这顶帽子的恐怕不是中方 而恰恰是澳方 我想重申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虚假信息同样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都呼吁各国应加强团结合作 打击各类虚假信息 希望澳方个别官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和公正客观的精神 停止就疫情进行政治操弄 多做有利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事 中国政府部门基于客观事实 发布赴澳大利亚旅游安全提醒和留学预警 是为了维护本国公民和留学生的合法权益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澳方官员将澳大利亚国内存在歧视和暴力现象 这些明摆的事实说成是虚假信息 将那些受害者的权益和感受置于何处 我要再次奉劝澳方个别人 认真倾听受害者的呼声 正视问题 反攻自行 坦率地说 我们不认为出于一己之政治私利 罔顾事实对疫情进行政治操弄 不惜破坏国际抗议合作 是符合澳大利亚最佳长远利益之举 事态发生后 中印双方都表示 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 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双方要切实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确保中印关系按照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期待的正确方向前行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为此做出努力 关于中印军队在一线的事态 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 当前中印边境地区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 两国边防部队正在现地共同处理有关的具体问题 此次事态的是非取值是十分清楚的 有关事情发生在 实控线中方一侧 责任不在中方 下一个问题 昨天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就中印边防人员 位于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对外发表声明 声明如下 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印军违背承诺 再次越过实控线 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挑衅攻击 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 历来属于中国 印度边防部队 出尔反尔 严重违反 两国有关边境问题协定协议 严重违反 中印军长级会谈共识 严重损害 两军关系 和两国人民感情 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活动 与中方相向而行 回到对话会谈 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方注意到在美俄 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 延期问题上 美方一再拿中国说事 这是美国向其他国家 推卸责任的一贯伎俩 近两年 美国不断毁约退群 听到这样一个国家的官员讨论 有诚意的谈判 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kami的队友们 推卸责任的一支 中方就有一支 我们的预约 初次是一支 中国人的一支